拥有43年历史的香港海洋公园陷入财政危机,向香港特区政府申请54亿港元拨款救亡,否则公园将在6月面临倒闭。 前香港海洋公园主席盛志文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海洋公园是港人的集体回忆,香港需要海洋公园,希望尽快通过拨款帮助公园渡过难关。 圣志文提到,海洋公园现今的财政困局受到了2019年修历风波的影响,示威活动重创香港各行各业,内地游客数量大减,而新冠肺炎疫情同样对海洋公园的盈利带来负面影响。 圣志文见证了海洋公园由兴盛走向衰落,他认为继任的管理层缺乏活力,并认为公园急需改变经营理念,据创意性和互动性的主体公园才能在全球立足。 EREGO,M A good manager,a good management team that knows theme parks,you need in a theme park,you need creative,things need to be upgraded,not spending a lot of money,but there's so many things you can do with technology,AR,VR,You can present the message in different waysso thatpeople find it,wow,this is really entertaining. 作为一个很特别的公园,人们会回到, 所以他们可以确保有生命, 然后可以成立一个计划, 为海洋公园的钱费能够花费的钱。 对于海洋公园向政府申请的54亿港元救亡拨款, 圣志文表示支持,他认为海洋公园属于每一个香港人, 政府应该在此刻向海洋公园伸出援手, 救亡拨款中30亿港元将用于偿还贷款, 即使公园倒闭,政府仍需支付这笔资金, 不妨再支付24亿港元帮助公园运营, 留住记录着香港人美好回忆的海洋公园, 也可以保护园区内7000多只动物。 现在政府应该努力给5.4 billion人通过Ledgco。 我为我5.4 billion人通过来, 因为你有很多动物,你会有很多动物, 你会有很多动物,不容易关闭了。 香港需要河公园,河公园连人, 河公园连人,河公园连人,河公园连人, 很多 competition在中国, I believe Ocean Park still has a very special place for itself. It would be a crime if we really closed Ocean Park and I hope it doesn't happen.